新北市中和一家法郎 有女客人上门来用头发 又染又烫还有又护发 总共就花了7300块 其中的时候她说钱不够要去领 结果就一去不回了染了霸王头 后来呢设计师她也说 心情真的很差 花四个钟头用心服务 最后做白工 女子在法郎又染又烫 整理好新发型走到柜台又结账 但她打开包包一看 摇摇头跟设计师说自己没有钱 要先出去领钱 但这一去却再也没有回来 女子一进门指定要染发加烫发加护发 但是没有想到一共花了7300人后 却是染了霸王头 没有付钱就走人 我就在跟客人解释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我先去领个钱我等等回来 很糟糕啊 而且我这么长的时间给你 可是你却给我这样子 染霸王头的女顾客 8号上午来新北市中和新南路 一段的法郎用头发 受害的诚信皱形师 空下4个小时就只为了好好服务 遭控女子辛苦一整个下午收入却是零 过程中女顾客甚至还指定要使用价位较高的药水 她说日系的比较持久 然后我都说那价格这样是OK的吗 然后她都说没有问题 你只要帮我用好就好 打包票说没有问题 最后却是犹如人间震发 店家打电话过去 却发现女子留的事空号 传的讯息同样也是未读未回 不过其实这已经不是女子第一次来法郎用头发 但她过去消费行为正常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异重 她之前来消费可能烫跟染可能都三四千块 可是她也都是直接现金付出 她也没有说她要刷卡 所以我这次就很放心的让她去领钱 发型设计师接客每天都已经忙不过来 还遇上染霸王头的恶劣顾客 店家选择报警 为自家设计师讨公道 希望能够早日拿回应得的辛苦钱 东森新闻正红市主持人在新北市报道 我到台南北上路段 竟然出现了非常夸张惊险的画面 有一名女驾驶竟然边开车边吃饭 真的非常的危险 但是有一名自称台湾古君王子的张先生 跟他的老婆到海南岛旅游 但只控在海南岛竟然被逼迫要买茶叶 还被关在了小房间 如果没有买东西就不能够回到台湾 大陆领队跟台湾游客 炒成一团海南岛行程变了调 旅客指控领队带他们去购物行程 但部分台湾旅客不能接受爆发口叫 差一点就打起来 其中这一名团员自称是台湾的古增王子 指控这趟旅游出发前不知道是购物团 到海南岛普洱茶品茶行程 被逼迫购买茶砖 购买的时候是说强制购买 因为大多人跟我们讲说 如果说你们三个地方都没有购买的话 你们是回不了台湾的 一开始都没有讲说我们是购物团 那那个茶砖这样一块 人民币两千块 五万 对 那我跟他说那我买一块 他说不行 基本是要两块 夫妻俩还说被加费两千三百元看表演 陶瓷郭生活馆 乳胶体验馆这些行程都要旅客购物 对此旅行社反驳 事前合约都有告知 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小房间或关起来 它只是分成不同的会议室 然后针对不同的客人 他们有服务人员去做一些讲解 旅行社否认当地店家限制旅客的自由 还出示合约强调 自费项目还有购物站 出发前都有跟旅客先说 没有逼台湾旅客一定要消费 单方面的指控说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其实旅行业者 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也会请我们的法务人员 后续做一些相关的跟客户的相关处理 否认指控还强调可能诉诸法律讨回商誉 双方各说各话 恐怕得对付公堂才能解决 东西文武蔡写淳寒在新北市的采访报道 说到了买东西 上网购物源的时候真的眼见未必为凭 像新竹的饰饼非常的有名 但有大陆业者竟然就打着新竹饰饼的名号 一笔市价还贵了四倍价格上网来卖 直到明秋收到烂调的饰饼 打电话正版的饰饼业者 才发现自己遭到了谋用 上网竟然还可以买得到放射性原料吗 真用原料竟然放到网络上贩卖 非常的夸张 日本东西就有一名高中生 把自己提炼出来的放射性产品 上网贩卖 结果马上遭到日本警方被捕 很多人也在期待发年终的时候到了 但根据人力银行的最新调查 94%的企业 今年只会发1.1个月的年终 也创下了6年来的新低 春一家店是从高雄起家的金矿咖啡 昔日红极一时 今年传说大副裁员 还陆续把分店给收掉 现在传说剩下唯一营运的门市 是由也是高雄起家的 富士康广告集团顶下 所以金矿咖啡有机会卷土重来 没关系 今天早上最新及时的政治话题 李嘉芬出发美国撬民调数字 他说民调蔡英文赢了30% 以每个百分点折合15万票来推估 这样蔡英文可以赢450万票 那么如果民进党遥遥领先的话 为什么还需要下谋要来打韩国瑜呢 而针对韩国瑜表示 这一次的选战是乞丐与王子的战争 民进党主席卓容太痛批 韩国瑜做不成真书名又变成了假乞丐 他说不要穷刀只剩下钱恨和谎言 而网军风波 吴敦应则定调卡神杨慧如是在卡轨 执疑杨慧如已经畏罪前逃 还执疑蔡英文政府用1亿元的公帕 收买卡轨快养网军 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松口 没意外的话2024年会出来选总统 还暗示新北市长侯友宜 可能是2024年的对手 在此侯友宜得知之后大笑地说 好朋友不要互害 而再来关心则是今年4月 韩国瑜才高调的开机者会 和上海的一家公司 签一年10亿元的MOU 里头包含了8亿元的水果 还有1.5亿的水产 这个值情率到底如何呢 不过实际来询问 农业局还有海洋局 竟然都没有对外说明之外 我们来到了上海找这一家公司 发现这一家公司登记的两个地址 一个找不到 一个是医院 蓝绿两党先后推出了 飞行外套的周边双品 不过因为先前蓝营的大佬 才一起穿上了这个外套 帮韩国瑜造势 一度传出绿营市跟风蓝营 也跟着来做飞行外套 不过明星党的发言人强调 飞行外套早在9月就已经推出 选前战况激烈 就连周边扫雾也引发战火 再度带起话题 东西新闻 温彦君与佩全特别报道 礼拜四天气有哪一些要注意的 把时间交给淑丽 好 单身的超商 现在连换外币也可以 只要带着你的身份证 还有现金呢 来到超商的ATM 就可以换日元 而且不收手续费 请到来话题就来聊 出去玩住宿的环境 当然也非常的重要 有民众就上网看房子 看这个订房网站 结果发现是景观房真的好漂亮 窗户外头就可以看到 台北101大楼 轻动了连订两个晚上 结果入住之后发现 说好的景观101大楼 我们来看到底差了多少 这个画面是订房网站的照片 看起来真的蛮漂亮的 不过另外一边 他实际入住之后 拍下来才发现 这个窗户打开 半边都被其他大楼遮住了 不要说可以看到台北101 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气到只住了 一个晚上就退房 不过对此业者也澄清 看101的景观房 房价比较高 和网站上面的优惠房型不一样 而且这个客人一开始 也没有要求说要这一种房型 不过碰到这个情况 饭店有没有view 好像是其次了 因为竟然住在胶囊旅馆 被人莫名闯进来 就真的非常的可怕 台中这个女子 是到台北来住胶囊旅馆 退房的当天早上 明明退房的时间还没有到 竟然就被房屋人员 直接开门闯了进去 而且当时这个客人 他还正在换衣服 真的非常的惊吓 事后呢 胶囊旅馆的业者说 退房之前要来打扫房间 这个是他们的SOP 也都有公告 但实际上呢 他们的官方网站 却没有看到这一个公告 也让消费者无法接受 说话有一家经营大卖场的夫妻 妻子在一个多月前失踪 家人怎么找都找不到 向警方来报案失踪 警方当时怀疑 凶手就是富人的丈夫 没有想到 她的丈夫在9号却被发现 离奇城市在台南的农地上 最新的画面来看 今天听诚 新北市发现的坠楼事件 有一名13岁的少女 从住家9楼坠落到一旁的停车场 失去了生命迹象 家人也跪地痛哭 后来报案莫及的民众说 当时听到巨大的声响 立刻前往查看 抬头一靠 看到9楼的地方 还垂着一条棉被 而目前少女也被送医的救治 西班牙东北部的一处化工厂 则经传爆炸事件 火势非常的惊人 智利有一架运输机 在飞行途中失踪 机上载有17名的机员 还有21名的乘客 军方搜索在海面 发现了可疑的残骸 研判可能已经坠毁 机上的38个人 恐怕凶多吉少 东西